好 来为银色院旅强力大夫和前妻安博赫德 复告诽谤 16号世纪关西大西继续上演 安博坐上任人席 激烈攻防再次展开 关西的关键攻防围绕着安博 在华山镇邮报撰写的家暴经过 只不过安博前后公辞反复 而且缺乏证据遭到质疑 没想到他随即哭诉回击 只不过当法官质问他 为何当下不寻求警方协助 他却说想保护强力大夫 这一席话说出口强力大夫一点不以为然 因为强力反控安博其实才是家暴夹害者 安博在法庭上正次反复站不住脚 还被踢跑之前承诺 离婚要捐出350万美金 却没有兑现 明显说谎 又让他人气下滑 从场外群众的反应 更能明显看出端倪 反观强力大夫人气水涨船高 出听前这是粉丝送上英雄是欢呼 他还向媒体开玩笑回应 安博赫德甚至因为这起官司丢掉工作 连水星侠二的演出片段也遭到删减 真的得不偿失 三连新闻 卫人军报道 三连新闻